这是一位17岁的年轻男子 他经常觉得胸闷 有点不舒服 但是一直没去做过检查 今年新冠期间呢 家里人老觉得他不舒服 所以下决心带他去做个检测 所以就发现了胸部有一个巨大的肿瘤 大概15公分以上 而且这个肿瘤长的位置非常不好 正好是一位17岁的年轻男子 在我们的心脏大血管的前面 气管的前面 因此他看了很多医院了 觉得这个肿瘤压迫了心脏 压迫了气管 有风险 如果做手术了 手术当中容易造成大出血 手术后发生病发症的可能性有非常大 我们接诊他的时候 发现这个孩子很年轻 一般状况都不错 而且仔细研究这个肿瘤了 它的边界是清楚的 就是说肿瘤和周围的正常组织 心脏肺 这些是有一个间隙的 所以我们这么年轻的孩子主张给他做手术 术前经过了化验 经过了穿刺检查 发现他不是一个对药物敏感的肿瘤 他就是一个积胎瘤 成熟性的积胎瘤 所以就两天前给他做了这个手术 做起来了大概一个小时很快 就是因为他这个肿瘤生长的边界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没有什么侵犯 所以就很快就能切下来 现在这个孩子恢复也非常好 已经下地活动 那么就说是对于这样的巨大肿瘤 看起来很可怕 但是可能真正做起来也没那么困难 那么这样的一个尝试 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马上解决了问题 是非常好的办法 所以发现巨大肿瘤也一定要积极争取 有些我们以前见过 他就放弃治疗了 那样是非常可惜的 那样是非常可惜的